朋友 藏天朔 作者 马卫都 写这篇道文时 手机里还在播放 藏天朔的朋友 今天从早到晚 一有空闲就播放这支歌 反复听反复有感觉 这些年随着年龄增长 感觉增厚多了一层忧伤 早晨接到天朔去世的噩耗 先是不信 马上何时候扼腕长叹 去年在首都机场候机 正准备登机时 就听到一声大喊 老马 寻声望去 远远的就在人群中 看见了天朔灿烂的笑容 天朔人过五十 笑容仍如五岁孩童 天真无邪 通透敞亮 我们俩匆匆寒暄几句 然后各奔东西 谁知 此次撒肩而过 竟成永别 我和天朔不算很熟 碰面都在朋友的聚会上 他的歌我也不算很熟 只熟一支 就是朋友 这歌从此盗取 太符合我们这一代人的口味了 胃厚且重 鱼韵徐歇 尤其在大型演唱会上 只要天朔唱朋友 就是此次演唱会的高潮 万头攒动 灯光闪烁 千百人 共唱同一支歌 显然 此曲都能深入人心 朋友这个词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 举足轻重 我们自幼对朋友的理解就是 两肋插刀 为朋友做些事 帮朋友些忙 心中之快活 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朋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概念中 多为江湖 一起自打水破梁山以来 都是民间交往的最高标准 不计成本做事 不要回报做人 构成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 社会交往的黄金法则 有福同享 有难共当 绝不是挂在口头上虚情假意 而是生活中自觉践行 天朔创作朋友时 年仅二十二岁 才华横溢 二十二岁写下词曲 是音乐天才 表达的词则是内心实感 一个二十二岁风华正茂的青年 理论上还不知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但却有如此认知 给人以老到持重之感 以至此歌三十年长盛不衰 在各类可以歌唱的场所 此歌一起便是合唱 朋友啊朋友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正承受不幸 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这歌词写的苍劲 唱的温情 我们年轻的岁月正值国家大变革 人情远去 利益不来 让每个人惶恐不安 人情这个东西很怪 有它再穷的日子过得都熟心 没有它再富的日子都让人胆战心惊 我们这一代人靠人情度过了轻松岁月 在最穷最艰苦的日子里 依然有歌声依然有笑声 人情与利益的博弈中 人情似乎一点一点的丧失阵地 习惯于人情社会的一代人会有痛苦 长时间无法解脱 我一直认为 有艺术天赋的人千万不要陷于生意 所有生意都不贴谱 只会给人带来麻烦甚至灾祸 天硕就是如此 开酒吧就是错误 虽然酒吧是简压宣泄的地方 可以尽兴 但酒吧也是多是非的地方 天硕为此深陷淋雨 他进去时网络还没有现在怎么发达 但也轩然大波 朋友之间电话打探 嘖嘖惋惜 天硕一去几年 出来时还是一如孩童般的笑容 没有怨恨 没有沧桑 这让人吃惊 一次在饭桌上 我们挨着坐 东扯西拉 他告诉我准备付出 做一场演唱会 再被戴河 到时候请我来 后来演唱会举办了 但我没去 没去的原因是我感觉年纪大了 无法摇滚了 连摇摆都晕 再者说 真觉得与年轻人有代沟了 站在台下一同听歌 感觉自己有点傻 网上搜出来看看听听得了 其实我对天硕的歌只喜欢朋友 摇滚乐风行的九十年代 我已经三十而立 从小喜欢诗词小说的我 与摇滚乐格格不入 我们小时候的音乐 最豪荒的就算我的祖国了吧 朋友来了又好久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思来想去 这歌主题也挺强悍的 也有点青春四溢的冲动 谁年轻谁都容易冲动 今天的人不到四十都还年轻 不到六十都还有火气 天硕出来后说过一句话 回头看人生有一些单 你是必须去买的 我仔细想想的确如此 我们这一代人不同时候都买过不同的单 只不过惨烈程度不一 付出代价不一罢了 我早晨上班路上得知天硕远行的消息后 给梁天打了电话 我知道他俩的交情很深 梁天告诉我 他在医院待到凌晨四点 送了朋友最后一程 梁天说 他的那部新片 让我怎么相信你 是天硕做的音乐 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音乐作品了 我听着梁天电话那头的叹气声 想着很久以前 又好像发生在昨天晚餐上的聊天 感叹人生叵测 吃饭聊天 与朋友远行 实际是一件事 朋友的江湖或者江湖的朋友 是件说不清楚的事情 天硕一直认为江湖是他的生活 只有大小之分 无法摆脱 江湖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含义颇深 很难理解 曹涛认为是四方 江湖未尽不可让位 白居易认为是社会 仅飘轮憔悴转喜于江湖间 范仲燕认为是隐世所居之处 举庙堂之高则幽七民 处江湖之远 至于我们这一代人 江湖则是上述认为之全部 我喜欢黄庭间的一句诗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我在灯下写文 为朋友天说送行 想起两人惺惺相惜的碰杯 杯酒下肚 鼓道热肠 没有利益的酒 是可以多喝几杯的 这酒不单单是酒 还是兄弟 更是江湖 所以杜牧说 潇洒江湖时过秋 酒杯无日 不持流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有新的 你有新的彼岸 请你离开我 离开我 天说的朋友太悲壮了 这歌词 这歌声 中得谁也接不住 这可能就是朋友三十年不衰的原因吧 天堂有歌有朋友 天说有朋友有歌 歌与朋友缺一不可 天说安息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的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的享受不幸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有新的 你有新的彼岸 不要离开我 离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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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